兔小贝 十万个为什么 为什么人的头发会脱落 梳头的时候 扎头发的时候 不小心扯到头皮时 头发就会脱落了 那你知道为什么人的头发会脱落吗 通常 每一根头发 两到六年更换一次 正常的脱发 是毛根逐渐产生角质化 向下发展达毛乳头处 由于头发和毛乳头脱离 头发就从头皮脱落了 但是 这个时候又会有一根新的头发 在圆处生长出来 如果脱落的是长发 属正常的更换 如果脱落的是短发呢 就可能是头发底下的毛乳头受到了不利的影响 例如 婴儿的头皮经常在枕头上摩擦 人发烧或者生了严重的疾病 都会引起暂时性的脱发 但如果头部的皮肤因为外伤 烫伤 患窗截 也等造成皮肤组织损坏 造成疤痕而引起头发脱落 那以后就没有希望再长出来了 头发的生长 与身体的健康状况 年龄以及气候是息息相关的 身体健康 年纪轻的人 头发自然也就长得快 在夏天 随着人体的新陈代谢速度加快 头发也会生长得更快一些 反之呢 头发就会长得相对比较慢 容易脱落 而且颜色发黄 没有光泽 所以 当偶尔有几根头发脱落时 小朋友是不必担心的 它是正常的生长发育 它又会有新的头发生长出来的哦